现在咱们就一起动手从零开始 完成这样一个用CNN 然后来进行邮件分类的一个任务的 那么这里我打开的是一个环境 是我的一个Eclipse 如果说大家有自己喜欢的一个环境 大家大可以直接去用 没必要非要跟我用同样的一个Eclipse 然后在这里我是新建了先世 新建了一个Project 然后在这里我是命名了一个文件夹 叫做一个CNN Test 这个文件夹里边的所有代码 就是一会儿咱们要完成的 我们看这里 这里我先暂时写了四个文件 这四个PM文件它都是空的 首先咱们打开这个春点PY 就是说在这里 咱们要写咱们的一个训练的一个主函数了 在这个主函数当中 我们可以能会调用到其他的一些函数 一会儿调用的时候 咱们再来说 其他的文件夹分别表示一层什么样的含义 第一步咱们是不是要用TensorFlow去玩这个事 所以说咱们肯定是要把这些包给的引进来 咱们要import这个TensorFlow 然后让它S一下这个TF 然后还有这个Numpay Numpay的这个Numpay SNP 然后还有这个一些咱们可能会用到的 比方说OS这个操作库 还有这个Time 咱们一会儿到时候进行可质化展示的时候 可能会算一下这个时间 Time还有这个DateTime 这两个是一会儿咱们要进行显示的时候 要把这个时间给它显示出来 然后咱们要对数据进行一个处理 这里我还没有写这个函数 咱们暂贴先把它给它表出来 就是import一个DataHibless 这个Hibless里边咱们就要对数据进行一系列的预处理 然后呢还有这个咱们的一个TestCNN 就是咱们的这个CNN啊 它的一个核心是长什么样子的 我们是from一下吧 咱们是from这个Test 然后CNN 这个函数咱们现在还没有写 一会儿写的时候啊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咱们这个整体的网络结构啊 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Test然后CNN把它引进来 咱们还要import这个TensorFlow 其中的一个小模块 import fromTensorFlow import一下它TensorFlow里边的一个模块 叫做这个contrib C-U-N-T-R-I-B 在这个里边呢 咱们import一下这个Learn这个东西 一会儿呢 等咱们实际用到这些代码的时候啊 咱们再来去说 这个每一个模块 它都是表达一层什么样的含义 那么第一步啊 咱们现在是不是说 已经把这个 就是这个要引的库啊 都引进来了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要写一些参数吧 因为啊 在咱们的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当中啊 咱们是不是有很多个参数 咱们可以涉及到啊 所以说 第一步咱们需要把这些参数 给它设计好 就是这个Parameters 我们现在啊 就是说 用一种比较标准的格式 来去设置这个参数 在TensorFlow里呢 咱们通常情况下 是这么样去设置参数的 就是说 我不是说 就是把这个参数啊 直接写上来了 直接写上来啊 显得太low了一些啊 咱们现在 咱们现在啊 要写的参数 就是说 表达的是用TensorFlow啊 一种比较标准的合适 首先呢 咱们的参数啊 有很多种啊 咱们先来写这个 关于啊 咱们的一个数据输入的 一个读取的一个参数吧 就是par 然后 读取的一个参数 比方说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 TensorFlow点 在这个TensorFlow里啊 然后有这样一个模块 就是叫做一个 flux模块 在这个flux模块里啊 我们可以进行 很多种定义 我们来看啊 我先写了一个 TensorFlow点 flux 就是说 我现在不是要定义 一种变量吗 或者说定义 一些参数吗 在这里我们看 它有一些define吧 我们有define 布尔类型的 define一个flow类型 还有一张整形的 还有strewn类型的 就是说 咱们要定义的 这个参数啊 你是想用什么样的参数 进行定义啊 你就把它选到什么 第一个 我先用一个flow类型的吧 然后我们看 默认它要 咱们输入三个参数吧 就是说 第一个参数 就是说 咱们的一个参数的 一个名字 是等于什么 就是说 你这个变量呢 你是用什么样的 一个名字来进行 来进行表达的 第二呢 就是说 它默认的一个值 当然你可以往里 传进值 但是呢 首先你要给它 传进来一个默认的值 然后呢 最后啊 就是说啊 对于当前的 这个变量啊 你给它简单描述一下 别一会儿 你就忘了 它是表达一层 什么样的含义 首先呢 咱们要传的含义啊 就是一个dv 然后它的一个simple 这个呢 就是说 一会儿啊 当咱们这个代码 实际执行的时候啊 它的一个 tensorflow 默认的一个page 是什么意思 等一会儿 咱们用到的时候啊 咱们再来说 它是表达一层啊 什么样的含义 默认值我先暂时让它取得等于一 咱们一会儿 用到的时候再去说 然后呢 这一块啊 我需要给它写上一个描述 它描述啊 就是说 我在我训练集里边 我拿出多少个 样本当成啊 是咱们的一个验证集 就是说 咱们的神经网络里 卷积神经网络里呢 不是有这个验证集吗 所以说 我现在啊 我要在训练集当中 拿出多少个数据 然后呢 use for咱们的validation 就是vividation 咱们要拿出多少数据 当成是一个验证集 这是啊 咱们要写的第一个参数 然后呢 第二个参数啊 咱们要写的就是说 咱们的一个数据的一个路径吧 因为呢 咱们一会儿啊 要做这样一个数据 预处理的操作 所以说呢 我现在还要把这样一个 数据的一个路径 给它写出来 对于数据的一个路径来说啊 它就是一个sitry类型的吧 所以说 我们就是 Dialflux里边的一个 define 这样一个sitry 然后呢 它的一个名字啊 名字我就写一个 positive positive 然后咱们的一个data fill 咱们的一个 正理的数据 然后是在什么样的位置的 然后呢 默认的值啊 我们看 这里呢 它是有一个点data文件 然后呢 为了方便啊 其实我就可以在我的这样一个 在我的当前啊 这样一个环境里 然后我创建 右键 然后我新建一个文件夹 叫做一个data 到时候呢 咱们就会把这个data 放到跟咱们这个工作区间啊 是相同的一个 子目录文件里边的 所以说 我就直接可以用一个 点杠来进行表示 对于这个点杠来表示的意思呢 就是说 我在当前的路径下 它是放到 一会儿 我会的放到data里边 放到data里边呢 然后我们来复制一下吧 我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文件结构 它的文件结构啊 就是说啊 这根数据下载完之后啊 它还有这样一个子文件夹 给它复制过来 子文件夹里边 然后呢 还有这样一个 真正的文件的名字 就是这样的一个 这个positive 它啊 就叫做这个名字 然后呢 把它的这个名字复制下来 那么它的一个 我来给它打上一个解释的含义吧 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data source 咱们的一个数据源 我们的data 然后呢 s o urc 我们的data source 否则positive 然后啊 咱们现在是不是把这个 咱们的一个positive写完了 然后呢 为了方便 我就直接给它复制下来了 咱们再来写这样一个negative的 还是抵犯这样一个词证啊 然后对于 我们只需要把前面进行改变 我们给它改成negative 就是说对应是一个复利 negetive 然后呢 它的一个前面的路径 都是一样的 后面的路径 我们来把它的negative 给它复制过来 只需要改这个东西 把它改成negative 然后呢 后面我们再用这个negative 给它表示一下 那么现在啊 咱们就是完成了 对于咱们读取数据啊 咱们说需要指定的一些参数项 那么读取数据完了之后啊 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个 神经网络当中的参数吧 我们下面就是要写一下 咱们的一个神经网络 当中的一个参数了 首先就是说 神经网络里啊 咱们要有两种参数 就是像那个卡费时的啊 我们要写这样一个sore文件 就是说对应着咱们的一些 超参数嘛 首先啊 咱们就先写一下 这样的一个model 然后呢 它的一个超参数 就是一个 我超参数啊 就简写吧 就是一个h parameter 就是咱们的一个超参数吧 hparma吧 par 然后ams吧 咱们就表示着一个 就是咱们的一些比方说 学习率啊 这些超参数 咱们该怎么样定义定义 首先啊 还是用这样一个tensorflow 然后dcolor的一个flux里边 第一个咱们要定义的 就是说咱们中间的一个 像是一个隐层的一个维度 是多少 所以说它是一个int型的 中间隐层的维度啊 就是咱们刚才是不是说 这一块啊 我是用了这样一个d等于5 来经表示的 就是说 对于每一个单词呢 我也得转换成一个五维的格式 但是呢 五维显得太低了吧 所以说 在咱们实际在进行建模的时候啊 我们会让这个维度啊 稍微高一些啊 我给它指定一个词 叫做embedding的 就是 就是啊 指咱们中间的一个维度是多少 默认呢 我让它稍大一些 就是我让它默认是等于128的 然后呢 咱们写这样一个注释啊 就是咱的一个dimension 它的一个维度 D-E-M-E-N-S-I-N-A-L-I dimension 它的一个dimension 然后呢 对于这样一个字符来说 C-H-A-R-A-C-T-E-R 它的一个字符 每一个单词 是吧 我们对每一个单词 都先对它转换成一个默认的值 是等于多少呢 是等于128的 这是啊 咱们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 是不是说 咱们有很多个size啊 就是说 有很多个区域啊 我们还有tensorflow 然后flux里边 我们还要define一下 我们define一下 这个string值吧 这个string值呢 诶 怎么没有出来这个括号呢 我重写一下 这个不出括号 自己打有点麻烦 我们define它的一个 这个string值 然后呢 它的一个名字啊 就是咱们管它 之前叫做一个filtersize吧 就是FLTR filtersize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那个234吧 咱们也需要给它指定出来 它的默认值啊 它就有很多了 不光咱们可以指定一个默认值 它不是有3 有4 有5 我们可以指定三个单词 然后一卷积 然后四个单词 或者是五个单词一卷积 咱们可以指定啊 多个单词一卷积 我们就是管它叫做一个 就管它叫做一个filtersize吧 这是咱们第二个单词 然后呢 第三个单词啊 就是说咱们一定 咱们还不是在卷积的时候 要指定每次卷积完之后啊 咱们可以得到多少个特征图吗 我们还是flags里边再define一下 这题define呢 它是一个integer类型的 integer类型就是 它叫做number 然后呢filter filter numberfilter意思啊 就是说每一次咱们卷积完之后 我想让它还是得到这样一个128个特征图吧 每次卷积都是128个 然后呢 它的含义啊 就是这样 number of filters吧 然后咱们就简写吧 这是啊 咱们第三个参数 那接下来参数 咱们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dropout啊 还有什么学习率啊之类的 给它复制过来吧 反正它都是一个 它不是integer的 它是一个flow类型的 还要写这样一个dropout 咱们再define这样一个flow的类型的 它的名字啊 就叫做一个dropout dropout dropout 然后呢 它默认的一个dropout的率 咱们让它等于0.5吧 0.5取的一个值啊 是比较经典的一个取值的 那它的一个解释呢 就是dropout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它复制过来 还有一个l2的一个惩罚项 l2惩罚项啊 l2的一个证则化 然后呢 regulation就是一个惩罚 然后呢 它的一个lm的值吧 我们注意点 就是说 咱们用l2乘的发现的时候啊 咱们要指定一个lm的参数 就是说 惩罚它的一个力度是有多大的 默认这个值啊 咱们先不加吧 默认它是0.0的 到时候有用的时候呢 咱们再去加 就是这样一个l2 那这里啊 是不是说 它咱们就完成了一个 咱们的一个 卷积神经网络啊 它的一个超参数 咱们把超参数设置完了 那么咱们实际运行的时候 我们还是不是有一些训练的一个参数呢 就是咱们在训练的一时候 训练的时候 我们还有这样一些parameter params 我们再来一个个写一下 这里呢 首先啊 咱们需要指定一个batchsize吧 就是说 我给它复制过来 batchsize 它是一个整形的 我把这一行就复制过来 就不打了 它的名字啊 就叫做一个batchsize 默认啊 咱们让这个batchsize 它是等于64的 这个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环境去改 就是说 如果说你的性能好一些 你给它设置大一点 无所谓 然后呢 如果说你性能差一些 给它设置小点啊 也是可以的 它啊 就是一个batchsize 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就是一个batchsize batchsize完之后啊 咱们还是不是有个东西啊 叫做一个epoach啊 epoach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总共要迭代多少轮 一轮呢 表示着把所有数据迭代一次啊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epoach 所以说 我们还指定咱们一个迭代选项 咱们要指定一个 number of epoch e p o c h 然后s 默认让它等于200吧 咱们也不用太大 然后也不用太小 它就是一个 我给它简单写一下吧 它就是一个 numbr number of epoch 好 那么下面呢 就是说 咱们要进行一个可逐化的显示了 咱们在训练网络的时候啊 是不是说 经常情况下 咱们要指每隔多少次 然后咱们一打印当前的一个效果啊 就是说 咱们要进行一次 像是评估的操作 所以说呢 我写了一个illusion 就是进行一次评估 e v a l u a t e evolution evolution 咱们写个every吧 就是叠多少 e v e r y 咱们每叠代个多少次 然后呢 咱们现在进行打印一下 当前的一个效果是哪有多少的 默认它就是100的 把它的一个参数啊 就是直接给它复制过来吧 就不小了 然后呢 下面一个参数啊 就是说啊 咱们可以进行一次模型的保存吧 我们在进行训练网络的时候 是不是说我们也希望边训练网络 然后呢 边进行一个保存的操作啊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又写了一个checkpoint啊 对于tunzferl来说啊 它保存的模型就是这样一个checkpoint ch e c k c p u i n t 它们的一个checkpoint 它还是一个irate 因为我们还是要每次 每叠代多少次 然后呢 进行一次保存啊 我们就写一个serium 它再来保存模型 如果说你想保存模型多一些 你可以把这个数啊 写的少一些 然后如果说你想每个1000次 一叠一保存呢 你就可以写这样1000啊 这些数啊 咱们都可以去 给它自定义出来的 好 好